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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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他们平时会大量的使用信用卡 在每个月还款的时候呢 只会去还这个最小的需要还款的额度 大概是债务的2% 这样的话呢 他们的信用卡 其实就积累了一定量的需要还款的额 那么有一段时间 他们实在是需要去还一些款的时候呢 他们有时候就会到离自己家 比较近的这种财务中心去借贷一下 这样的话就拆东墙 补西墙 那么Bill和Betty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 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啊 那么他们会不断的升级自己的房子 换新车 有时间就会出去旅游 去坐邮轮 到外地去游玩 那么他们的这个信用卡数目呢 也欠款越来越大 在整个的这个人生的阶段 其实等于就没有建立自己的这个财富啊 而且他的这个财富额 如果硬要算的话 其实是一个负向的财富 也就是说他处在一种有债务的状态 那么这个家庭呢 作者看来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去应付这个 紧急情况的这种能力啊 就是如果这个家庭里边有人生病了 有人失业了啊 如果遇见了生活的变故 那么这种以前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呢 就需要戛然而止 而且会立刻变成历史 那么如果再严重一点呢 他们就必须要去把自己的这个房屋贷款 去做一个folklower啊 其实也就是说房子被银行去收回 然后他们等于就被赶出家 那么车也需要去卖掉 等于是宣布这个家庭的破产啊 所以作者说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光鲜的 但是实际上呢 当他们有一天被宣布破产的时候啊 当他们的房子被立上folklower的牌子的时候 他们的邻居会表示非常的惊讶 说他们看上去生活很富足啊 他们的财务状况很好啊 但是呢 这个Bill和Betty 他是自己的这个 在财务的和生活的philosophy上面啊 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这就是第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啊 叫the borrower 那么第二种的生活方式呢 其实是在美国更常见一点啊 尤其是受过一些教育的美国人 这种生活方式叫the consumer 习惯性消费者 这书里面举的例子呢 是另外一对夫妻 叫Chad and Cassie 这对夫妻 他们呢是比较理性的 他们不会像Bill和Betty那样 疯狂的去borrow 疯狂的借款 他们依赖于每个月发薪水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在书中叫做paycheck mentality 什么叫paycheck mentality呢 就是他们不会最大限度的去花自己的钱 也不会花将来的钱 但是他们会把自己 现在每个月赚到的钱给他花掉 这个就叫paycheck mentality 那这个Chad和Cassie每个月 领到薪水之后 他会去算自己手里有多少钱 然后去做这个消费啊 那当然他们买不起房子和车一类 这样的大件 也需要去贷款和还钱啊 那么他们考虑的是什么呢 每次去贷款去借款的时候 他们考虑的是算下来之后 每个月不是有一个还款的额吗 银行都会给你算好 他只会去想说这个月的还款的额度 我现在能不能付得起 那么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不太去考虑啊 比如说要还多少年 或者是说是不是这样一笔生意去花了一个大头钱 他更关注的就是我当下这个月 我能不能把它付得清啊 那么只要我当下这个月能够付得起 那么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去消费啊 而且这个Chad和Cassie 他认为工作赚的钱就是用来消费的嘛 那我每个月赚这些钱 我就是用来消费的 两个人的公司都有提供这个Ross IRA啊 这个是美国的一种个人退休的账户 但是两个人呢都没有选择 虽然呢他们想攒钱 但他们现在觉得自己需要买的东西很多 不够啊 比如说想买新车呀 想带全家人去一趟Disneyland的呀 想买这个数码相机呀 买iPad的呀 买个新电视啊对吧 所以作者说呢这种生活方式看起来呢 是比包罗个人要好一些 但是这种习惯性消费者 他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在租住类的生活方式啊 也就是说他们依然是承担不起风险的 如果有人失业 有家庭发生了意外啊 有人生了大病 那么他们其实就会遇见 跟这个借贷生活的消费者一样的困难啊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应急的资金 也没有长期稳定的计划啊 第三类作者所归纳的财务的生活方式叫The Keeper 叫习惯性攒钱者 这个书中的例子就叫Can and Came这对夫妻啊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哲学是说 Net Income叫收入净值上对吧 但是Can和Kim这一类的Keepers 他们则关注的是自己的Networks啊 这个叫资产净值 这一会我们还会详细的去讲 那么这一类习惯性攒钱者呢 他的收入其实并不是比前两类人高啊 而且呢往往会稍微更低一些 但是在长期以来的这种不断的积蓄的情况下 他们会积攒比前两类人都多的财富 而且能够提前退休 有更多的时间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那么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呢 Keepers在拿到工资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付给他们自己 每个月至少有10%的工资是一定要先存起来的 给自己啊给自己的将来做储蓄 那么他们呢还会积极的参加到公司里边 所提供的员工的退休计划里边 比如说最大化的存入这个美国的401K啊 或者是Ross IRA啊这些东西啊 那么他们可能也会有负债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负债 但是这种负债呢可能是房屋 他的这个贷款 或者是说是学生实习上大学的这个学生贷款 那么这两类大家想一下 其实他都是算是一种投资 而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啊 他是为了投资去借了一笔钱 那么而且呢这种贷款的利率 也往往会远远低于信用卡的利率啊 那么如果要是买车的话 像Can和Kim这一类的keepers 他们会买二手车 那么而且呢买了一辆之后呢 也会开很长的时间 信用卡的每个月的付款 欠款都会去全额的去给他还掉 而且keepers也会正常的消费 每个月按照计划去支付过自己之后呢 他们照样会买买吃的买玩的买买穿的东西哈 这个就是三种不同的财务生活方式 叫the borrower the consumer和the keeper 对吧 借钱的消费的和攒钱的哈 那么其实大家会看到 其实这个美国在消费观念上 跟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有很多的存款啊 大家其实都不太有存款 那美国其实社会也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中产阶级家庭都没有没有存款 那么让大家拿出来一两千美元的这个存款的应急金 大家很多人都拿不出来啊 所以这为什么是这样呢 其实就是因为美国这个社会 它的一个消费的文化 那么它所倡导的这种先花明天的钱 使得很多人从小就养成了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就觉得信用卡也很容易得到 那么想借钱也很容易得到 想消费也很容易啊 所以他非常的缺少这种攒钱的意识啊 所以作者在引出了这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后 他提出一些基础性的原则 其实呢就能让人逐渐的走上这种稳定而富裕的生活啊 所以作者他在第一章里边就讲到了三个 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原则啊 这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从paycheck mentality里毕业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 依赖每个月的月工资的这样一种 每个月发薪水的这样一种的思维方式啊 那么他认为应该转换到什么呢 叫network mentality 叫资产静置的思维 第二个原则呢 他是说把你的信用卡的存款和高利息贷款全部付清啊 那第三个呢 他认为应该建立一笔紧急资金的储蓄 那我们分别来说一下他的这三个观点 第一观点叫paycheck mentality 那我们刚才讲到 它是一种关注收入而不是价值的思维方式 我们平时经常说 某个人很有钱 某个人很有财富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往往说的是他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看到娱乐明星啊 NBA运动员啊 大公司的CEO 对吧 觉得他们有钱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年薪 经常达到几百万几千万这样的收入 而普通人呢 我们可能几万几十万就不错了 对吧 所以呢我们觉得他们非常富有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思维方式呢 也是一种paycheck mentality 就是我们看的是收入而不是净资产啊 那么收入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内所赚到的工资 那比如说你某个月赚了一百万 但是如果你把这一百万在一个月之内都花掉了 那么你的财富净值就是多少呢 就是零 所以关注收入 它其实会容易让人产生这种忽视这个 跟财富自由更相关的一个衡量指标的这样一个趋势啊 这个衡量指标就是你除去开销之后 到底剩了多少钱 也就是所谓的net worth 就是财富的净值 那么财富净值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 那么应该去怎么计算呢 那他说非常简单 把你所有现有的资产 它的现金的价值都加起来 然后呢减掉你的所有的负债总数 而且他认为呢 你应该每年去计算一次自己的财富净值到底是多少啊 比如说什么叫自己的财产都加起来呢 这个财产就包括你银行里的存款 你的房地产价值 你的人寿保险的现金价值 你的股票啊债券呀基金呀 你的车你的收藏艺术品 你的企业你的衣服 你的珠宝家具电器等等这些一切你所拥有的有形或者无形的资产啊 它的现金价值是多少钱你把它加到一起 接下来呢你就开始来算负债了 那么这负债这一部分呢就包括你信用卡的欠款呀 汽车的贷款呀房屋的借贷呀 那么个人的信贷欠款呀 助学贷款呀 人身保险的欠款呀等等各种欠款啊 那么用你这个财富的总和呢去减去你现在欠的款 那么接下来其实剩下的就是这个net worth 也就是你的财富净值啊 那么作者说你算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如果你生活在美国 你可以跟这个美国的家庭的财富净值的中位数去比较一下 比如说在2010年的时候 美国家庭财富净值的中位数是77300美元啊 那么受教育越高呢 这个数量当然也就越高 比如说有研究生学位的人 他的这个中位数其实是195200美元啊 那么如果你是self employed 就是自我雇佣的话 那么这个中位数达到了285600美元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这个书里面找到比较一下啊 跟美国其他的这种家庭来说 你们家的这个net worth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另外这个因素当然跟人的年龄也非常相关 比如说在美国小于35岁的人的财富净值的中间值是9300美元 35岁到44岁的人他是42100美元 而45岁到54岁的人是17900美元啊 所以就是人的年龄越大 当然你的资产的净值也就是越大的 那么作者建议就是说每年都进行这样的一个计算 那么这个会告诉你 你们家的这个财务啊流水啊整体的状况 是不是一个良好的情况啊 那么第二点和第三点呢 我们就简要来提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两点其实也很常见的 这个是这个别人经常提出的建议啊 比如说父亲信用卡贷款和其他高利息的这个借贷啊 那么这一部分其实要强调的就是说 信用卡这个东西在美国好像是人人都在用啊 但是其实他的历史并不是非常悠久 他在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才逐渐的流行起来啊 之前呢他有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非常不合法的 因为他有这个放高利贷的这个嫌疑 因为他的interest rate实在是太高了啊 就这个利息 那么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印象挺深的 他说你是否意识到一生中的总收入可能会达到数百万美元啊 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呢可是意识到了 而且他们还想好了一定要从里边分一杯羹 你没有偿还的每一笔高息的债务都会把本来应该属于你自己的这种资产的净值 转移到了贷款公司的资产净值上面去啊 那么第三个要点呢就是他讲的一定要建立一个紧急的资金储备 而这一点很多的关于投资和理财的书记其实都会讲到 就是你现在工作收入哪怕很高 你也一定要建立一个可以去比如说去如果你在你失业的时候 或者你生病没有这个薪水的时候你能够去用的一笔钱啊 那么他的建议是如果你的工作相对稳定 那么你就可以建立一个三个月花销的准备金啊 你可以算一下每个月花销多少钱嘛 然后乘以三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不是特别稳定啊 就是你被解雇的这个概率还挺高的 那么你应该建立一个一年生活费的准备金啊 那么而且这一笔的紧急资金储备 他应该是安全的并且是可流动的啊 就是并不是那种放进去之后十年二十年拿不出来的 因为是应急的嘛对吧 好这个呢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的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下博哥投投资指南这本书的第二章里面介绍的一些内容啊 这本书的题目就叫Start Early and Invest Regularly 叫早早开始投资定期投资 那么这本书的第二章一开头就讲到说在2005年的时候 这个Jack Bogle啊就是这个博哥先生 他提到了一位在Vanguard的投资的股东给他寄了一封信 这里边呢这位股东就说在1970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这个Vanguard上面投资 到2005年的时候呢账户上就有了125万美元 但是这个人最奇怪的是他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啊 他的年收入从来都没有高于过25000美元啊 那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 你知道这个美国的大概家庭的这个中位数吧 应该是四五万啊 那么那一会儿到底是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25000美元一定是相对来说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啊 但是他在2005年的时候账户上已经有了这个100多万的这个美金 所以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是这个人他中了彩票吗 他继承了遗产 他抢了银行 这怎么可能啊 你的年薪这么低 居然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水平 那作者说都没有就是时间的力量以及定期投资的力量 他说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遵循这个原则都可以做到 就是如果你每个月在月初的时候去买601美元的股票指数基金 如果你的这个股票指数基金能达到一年10%的收益率 那么在30年之后你的这笔总资产就会达到1249,655啊 而一个人如果他的年收入是25000的话每个月拿出601 这个拿出的是他收入的多少呢 是他收入的28.9% 也就是说将近收入的30%的钱 如果你能存起来的话啊 然后去投资的话 那么这个人在几十年之后 他的投资额度其实就是达到100多万美元了 所以这个时候作者他就讲到这个概念 也是很多的投资书记里都讲过的就是神奇的复利效应 对吧复利啊 那么这个复利的神奇大家应该也听过很多了啊 那么作者这里边呢 他又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让你去相信复利力量的一个视角 这个就是叫72法则啊 那么这个72法则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要想知道你的投资在多长时间内会翻翻 你就用72除以一个投资的回报率 比如说如果有一项投资每年能够回报8% 那么这项投资资产翻倍需要多少年呢 需要花费72除以8也就是9年 那么你如果再算 如果你的一项投资每年的回报率是12% 那么你现有的资产投进去的话 如果想翻翻需要多少年呢 是72除以12也就是6年啊 那顺便其实这个公式让我想到了也是一个个人成长的问题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比如说你说你要是想在6年后 你的自己是现在自己能力的两倍 那你每年需要增长多少啊 那需要增长的是一样 就是用72去除以这个6也就是说是12对吧 所以你每年要比去年强12% 那么你连续这样6年 你6年之后的那个自己其实就等于你的能力 各个方面就翻倍了啊 所以这个72法则 我觉得可以去用一下啊 那么之所以72法则应该被我们重视 作者说是因为你会发现每次翻倍之后啊 如果能再翻倍再翻倍再翻倍 那么就变成了从1到2 2到4 4到8 8到16这样一直翻下去对吧 所以事实上你如果第一天拿出一美分 来让它每天翻一倍的话 那么作者说到第三十天的时候 它的这个总量其实会达到533万8709块1毛2 所以这个数量其实是蛮惊人的 那么接下来作者又举一个例子啊 告诉你这个复利它的一个神奇的地方 说如果有一个小孩在今天出生 在接下来的65年间 孩子的父母决定每天投资一点这个 年回报率是10%的共同基金啊 那你觉得为了让这个孩子在65岁的时候 拥有一百万美元的总资产 他父母每天得投多少钱 事实上呢这个数字并不大 而且非常小 是一天投54每分就可以了 连一美元都不到啊 这个数字呢 在他的这个孩子的资产总数上 就会一直滚 一直到65年之后会超过一百万美元啊 所以这个作者就说 早早投资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时间呢他在帮你做工 那么作者在书中列出了 如果你想65岁的时候 让投资的总金额达到一百万美元 那么如果你年收益率保持在8% 你在不同年龄段开始投资的话 你的这个投资金额分别要达到多少 才能保证你在65岁的时候 拥有这个一百万美元的 这样一个总投资的额度啊 那么书中列出来的是 如果你15岁的时候就开始投资啊 这个年回报率是8% 那么你只需要两万一千三百二十一美元 你65岁的时候就能够拥有 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这个投资总额了 那如果你是25岁才开始投资的呢 你就要投入46030美元 你35岁才开始投资 那么你就要投入99377元 45岁才开始投资 就要投入214548元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差10年 你要投进去的这个数量差很多 对吧 所以他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说 越早去考虑投资这件事情越好 所以作者说如果你还年轻 你如果能非常规律性的投资 你到65岁攒下一百万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你每年投资这个4000美元左右 到Ross IRA啊 就是美国他的这个退休的储蓄账户 那么如果这个账户能够保证 每年8%的这样一个收益率 那么65岁的时候就可以拥有 111万9124美元 如果同一个人呢 他是不是从25岁开始 而是从35岁开始这样做的 那么他到65岁的时候 账户上只能有489384美元 差非常多 那么这个作者就说到 如果一对夫妻他们在40年间 都能够规律性的去使用公司的这个 退休账户去投资的话 并且保证8%的收益率 那么这两个人其实在40年之后 退休的时候都能够成为这个millionaire 就是百万富翁哈 所以作者在这里反复的强烈的建议 你所有的年轻人利用好自己 现在还年轻的这个优势 你未来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帮你做工的这个优势 遭到的开始投资啊 那画完了这个大饼之后呢 作者用画风一转 说你看上去很容易是吧 那为啥大部分人 他其实都做不到 这个做不到 他认为最归根解体的一个原因 是大部分人不喜欢存钱 而且没有这个能力存钱 那么作者就说 其实很多人呢 他不认为自己投资股票的这个钱 要靠存出来 就是他认为说 我可以一夜暴富啊 对吧 我可以买到非常好的股票 那么他给我翻番 他给我涨很多倍哈 这样 但是这个书的作者呢 他认为呢 投资股票是不能一夜暴富的啊 他说如果有这种思路的话呢 你有可能确实遇见一夜暴富 但是你也有可能会一下子回到解放前 就是说这个风险非常的大嘛 那么比较稳健的方法啊 他推荐是真正的这个投资者的方法 是放弃一种投机的心态 那么怎么办呢 作者说很简单 就是你每次只要赚到一块钱 你就把其中的两毛钱攒起来 就是其中的20%给它攒起来 那么他说这样的话 其实就20%就可以了 但是当然有些人他能够攒到50% 那你的这个储蓄率如果越高 就越能够更快的去达到你的财富目标 那么这个书的作者说呢 没有什么是能够替代节俭的生活方式的 那么决定你要攒下多少钱 其实呢是你投资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没有存款你是不可能做投资的 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还做了一项 关于这个美国家庭财富积累的一个报告研究啊 他们当时比较了几千家美国家庭的一个财务状况 他们就是想看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家庭积累了这个财富 而有些家庭呢却没有积累起来财富啊 他们就在这个他们当时的这个研究中就发现说 有一些家庭其实收入很高 但是这些家庭的净资产却比较低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Networth 那么有一些家庭呢他的收入低 但是他的这个净资产却比较高啊 所以研究人员他就开始研究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这些家庭他的健康情况不一样有些生病了所以花了很多钱 还是说有些人他更幸运 还是说有些人在投资上他的一个选择会更加聪明和合理吗 还是有些人直接继承了就是家长的一些遗产啊 他研究下来之后呢这几千人里边只找到了一个因素是最重要的 这个因素就是人的储蓄率 就是这些家庭到底能不能把自己赚到的钱给他积攒起来啊 所以这个结果呢其实也是蛮惊人的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本书其实最核心的一些东西我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其实作者在这里边在前两章里边告诉我们的就是说 首先你在生活方式上要去思考自己想做的是 the borrower the consumer还是the keeper 他也讲到每一种生活方式的好处和坏处 然后他用非常触目惊心的这样的数据告诉你说 你每天其实只用攒那么一点钱 但是如果你能早早开始的话 其实对几十年之后的自己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第二章他其实整章都在讲这个要早早开始投资 另外就是要有这个能够去储蓄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哈 所以最后的时候在这两章里边他会讲到说你应该pay yourself first 其实就是每个月的时候先给自己的账户里边去转账对吧 去攒这些钱 然后另外呢就是他提到开设一个免税的财务账户 也就是这个Ross IRA 另外每天去存15美元 那么你一年就有这个5,475美元 你如果投进去的话 那么你到40年之后 其实你就能够达到162万多的退休账户里面这样一个数目啊 这前两章的内容我就跟大家介绍完毕了 开头就跟大家说了 我其实是一个投资和财务小白哈 那作为一个小白的视角 我觉得可能这些东西其实是比较基础性的 那么这本书里后面的章节 分章节去具体介绍了 如果你想投债券 如果你想投基金 如果你想投股票 如果你想去做这种退休账户 你都分别应该怎样去选择怎样去做啊 那么这个里边呢 我就不一一的跟大家介绍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来这本书去好好的学习一下看一下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说如果你想做的是 比较基础性的这些东西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原则的 那就比如说 你是不是要提前更早的一点投资 哪怕你没有很多钱 对吧 你可以早一点投资 另外呢就是经常审视一下 自己这个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 其实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那我相信呢 我们的听众当中 就有很多财务方面的这种投资人 或者是有理财的经验的听众啊 那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这个见解和意见 那我们的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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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